重设预设工作区 譬如说我们在点的时候呢 点这一颗可以展开来,对不对 那点这里还可以切什么?不同模式 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压着不放 全画面 诶哟,Escape键可以跳回来 有时候你在看你做的图的时候呢 可以从这里可以切,压着不放 这边有三个模式 标准模式就目前我们看到了 那这个什么? 据选单列的全萤幕显示模式 再压着不放 全萤幕 真的要问全萤幕吗? 它怕你等一下回不来,叫你做什么? 你可以按什么键? Escape键或F,这两颗都可以 可以回到标准模式,这样等一下就会很可怕 按哪一个?Escape键就回来 通常Escape键是首选 那有时候你可以改来改去,譬如说我把这个不小心关闭了 我先关不清楚吧 这边有两个哦,键盘跟什么 调整不是键盘,眼花了 调整模式,我再把它关闭哦 这边有三个,图层在FollowShop很重要 设板啊,路径啊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宽地 那搞了乱七八糟,回到预测值,在哪里? 视窗工作区,你点这个 重设基本工作区就把你回到预测值来 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提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笔头大小可以透过什么快速键 这个中刮弧左边跟右边直接按就好了 来,我在说什么东西呢 这样讲半天不懂,譬如说我现在在画笔工具,对不对 按Caps Lock,这个笔头现在这样哦 按中刮弧,压着不放,你看放大了吗 有看到吗?放大 缩小,这时候图就这么大,缩小 你可以直接用快速键来按 我现在按右边放大,按左边缩小 我在按哪里呢?我要按这两颗啦 这一颗跟这一颗 因为笔头在Photoshop操作还算 使用频率还算高 那这个是把它笔头秀出来的大小是这一颗 那我们刚刚讲 按着ALT按滑鼠右键拖曳 其实你可以直接按中刮弧,也许更快一点点 我们刚刚刚讲,按着ALT按右键 左右是放大缩小,上下叫硬度,对不对? 那你可以按什么? 中刮弧,往右放大,往左缩小,也行 也行